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邝永雪 很多人都很喜欢看日剧和日本漫画 年轻一代就更实 日剧和日本漫画经常都讨论一个主题 什么才算是幸福呢? 反观港产的电视剧大多都是情感爱情情淡淡 但要认真去探讨幸福观念的就少之有少 今天我介绍一本深入浅出的幸福论作品 书名叫《不时鸡精幸福哲学六论》 作者是我身边的一位刘宝熙 刘宝熙你好 我想知道你写一本普及哲学的书 你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 其实很简单 我在中大大开通食火情是幸福论 我连续三年都是这些课的助教 我发现到这个问题很深受一般同学的欢迎 因为我大课的时候发现到 第一很多同学的选修都基本上 八十个项目一本都会爆满 然后我发觉在我大的途中 其实他们真的愿意想这个问题 但有一些困惑 我觉得其实一直都受同学欢迎 我想想可以尝试写一本书出来 看看情况是怎样的? 因为我相信这东西有价值 而且我觉得在香港写普及哲学的著作 是比较少的 我想有一个比较年轻的人的角度 我现在要将一个幸福的观念 带出来的时候 如果写一本书 到底大家会有什么反应? 所以很简单 写一本书出来 明白明白 香港社会对价值讨论好像兴趣不大 我想知道你用了什么方法 去引起读者的共鸣或兴趣? 其实是这样的 我发现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在香港我们深受普及文化的影响 而我其实也认为自己是 在香港的文化奶水长大 第一方面我喜欢看八卦雜誌 这是真的 因为我是一个香港人 但另一方面我又很喜欢看字学书 是一个字学经典 其实两者之间 有时大家很容易用到一种高低去分析 其实不一定是这样 所以我想要如何讨论价值 就是用一个方法 如果用一个方法 就是我自己读书的时候 我当时很明白这次我的观念是如何运用 但是要表达方面 我应该怎样用就是很简单 用一个香港人的角度 就是深入到香港的普及文化 例如我本书里面会讲到 关于马俊伟 我因为发现马俊伟每一次讨论很有趣 一定会提到唐军毅 是每一次 比如说王子华 一定说他是董督兆 人们会觉得他是读字学的 但是怎样读字学就会好看一点 但是我慢慢读字学就会明白 它有一个核心 就是荒谬 能够把握到事物的荒谬 所以说出来的董督兆是特别好笑 我们平日看不到这么荒谬 我又从这种种籍迹 尝试一下 可以从普及文化 拿一些资源出来 去说我们一直都有这些价值的思维 只不过没有说出来 所以就透过这本书 尝试将相关的讨论 用一本书的形式表现出来 或者是会不会多加一些生活化的例子 然后就令到读者会有一个共鸣 而不是一些很学术性的提出 也可以这样说 因为我深深明白香港的情况 就是我们很害怕一些 譬如一听到哲学 不要说其他东西 听到哲学两个字已经很害怕 很害怕 说他说什么 所以已经有些预设 就是退后了 但其实如果肯明白香港的处境 所以我特意用一个香港人的身份写 特别是香港普及文化的角度去写 就是一方面香港人熟悉的文化 而不熟悉的观念 我希望踏起一条桥 所以基本上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我们都是香港人 我说的是你们会明白 刘宝卿我想知道哲学的概念 很多时候都很抽象 你用了什么方法 去做到人人都能明白 其实主要是一个方法 就是能够譬如 能够打比喻 好像举个例子 这本书 譬如我们针对的一些 心灵鸡汤成为 鸡正书 现在我想说的一件事 就是我会说我这本书做什么 我就好像下棋一样 一个好位棋手 不是应该要将所有的规则 寄在路 然后步验一步 步验二步验三步验 那就是死忌 那就是死忌 没意思 现在最关键是 你能够融化规则之后 塑造这个风格 即你的意思是 你要做到一件事 首先自己融会半通 然后才可以利用不同的例子 去解释 或者放回这个例子 譬如我们的人生 当是一盘棋 关键的不是 譬如有些书 会讲幸福的五个关键 幸福的三个小比较 关键不是基于具体的规则 而你能够融会之后 形成了你个人的人生观 明白 所以关键就是 你知道自己的人生观 或者世界观 是怎样的时候 你的人生 原来现在这件事 我有些什么意义 其他零零碎碎的 都没有那么重要 相对 在抽象 或者很艰辛的哲学 观念大众化 或者普及化 很多时候都会 由一个现象出现 会不会搞到 过于通俗 当中你如何做平衡 OK 其实我可以这么说 简单一点 就是有个参考的对象 大家知道 如果一讲香港的哲学普及书 一定会想起李天明 李天明 李先生 他的书的确是幽默的 亦是通俗的 大家都不会觉得 这是一个枯淺的做法 最关键就是 你本身的功力够不够 你生当然功力够了 我都可以尝试 我自问 自信者都可以 怎样避免 就是至少你要读通一本书 然后你参考的是有根有据 所以我本书 可能是一般 有些人会觉得比较奇怪 就是可能我会下注释 会解释 而我觉得作为一个 再通俗都好 有些基本的学术要求 是要符合的 所以我本书里面 起码都会要求一点 有根有据 OK 你还有一个问题 香港人在全球里面 都 即是所谓快乐指数里面 都不是排名高的位置 其实香港人不快乐的原因 其实是什么 我刚刚看了一个报告 你讲一个报告 令我想起就是 是讲中国 然后还有一个报告 说全球500个城市 香港很有趣 在全中国城市竞争力 是排第一 但是它的快乐指数是排271 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大概 即是一半之后 一半之后 你明明实力是第一 但是你为什么不开心呢 一个很关键就是 也都印证了我一路的观点 其实物质并不是你幸福的最关键条件 我们都要满足一些基本的要求 但现在香港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 对我来说 就是一路你好像有个子女 你是第一名 然后你会担心 哎呀 糟了 第二名的就是追上来 第三名就是追上来 我们不懂得欣赏自己所出生的环境的那些条件 所以最关键都是很简单的一路的问题 就是我们只是懂得关心经济 然后一旦好像有些落后 或者被人追上的时候 就没有其他价值 可以令到你觉得可以捉得緊 所以如果我们都只是继续 只懂得把我们的眼光放在经济上 我想我们香港人很难在幸福指数上 会继续飙升 罗宝希你本书出版之后 记住送一本给我 我一定要知道里面如何去学悉 就算赚到钱都要学到 如何可以幸福快乐一点 多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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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从小就很少接触价值教育 有些多数是宗教的灌输 教少是从哲学入手 价值讨论其实很重要 尤其是香港社会正处于变革的阶段 大家都需要探索自己的信念和价值 来 我的推介是这本书会帮到大家 今集的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